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新北市幸福满屋,食物银行连续三年举办捐发注来有活动,今天在树林区曼豆发廊替14名捐发者修剪。 其中一名即将生国小二年级的陈克芳就在家长鼓励下捐赠,虽然心中还是有点不舍,但爸爸陈生红告诉他,让自己的头发更有价值。 最后同意剪了30公分的头发,陈胜红说,事前寻找捐发的影片让女儿看,有些大姐姐留长发捐发,帮助有些因为生病掉头发的小朋友,能有健康的假发可以戴,不会感觉自己生命在流逝,也不会受到异样的眼光。 现场也有不少母女道,姊妹道一起剪下长发做公益,其中,越南吉阮金县因为六年前丈夫过世受到社会各界照顾,这次带助女儿一起参加活动。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更是第二次参加,大家最后也拿起自己的头发,开心地拍下照片留念。 新北市社会局长张锦丽表示,食物银行从2011年开办至今,煤盒许多物资种类,也照顾弱势家庭。 截至今年7月底,煤盒超过14亿元市值的物资,这次的捐发活动就是希望让大家的爱心,源源不绝地传递下去。 我们下期见。